我叫龙虹子伟 是Soft Mountains阮山的 创始人和设计师 龙虹是我的姓 子伟是一种花 遗族的女孩和男孩 都特别喜欢用 比如说自然万物 花花草草 天气 云朵 来做我们的名字 我的品牌在做的时候 我就想要说歌颂 遗族或少数民族 这种默默付出 但很坚韧 很有力量的女性 这个就是我们全手工作的 我们在采缝的时候 看到的一个元素 叫堆松 我们叫它小银花 我们现在就有 很多花的元素在里面 我现在戴的这个耳环 它的灵感来源于 遗族的琢花 琢瑪花 遗族就喜欢用琢瑪花 来形容我们的遗族女性 因为它是盛开在那种 高山峻岭的 我希望是把这种 高山峻岭的鲜花的 这种生命力 带到我们城市里 带给每一个人 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 转折点就是 当时我用了我们当地的 一些比如少数民族女孩 藏族女孩 遗族女孩 来带我们产品去 来做我们的海报的拍摄 算比较另类的 这样的一个宣传方式 我就觉得还蛮有信心的 我出生在云南丽江琳浪 我们家其实是 很传统的遗族的家庭 对我现在的这个职业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小时候我们就都在山里 然后都是跟大自然在一块 很自由自在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画画 可能我们家族的这种文化 潜移默化 像我奶奶就是当地做手工 做设计就很出名的 包括我妈妈 所以就很多人 都会来找我妈 我奶奶来去问他们说 怎么做设计呀 怎么做衣服 遗族其实 以前那个传统的一个观点 就是如果她 她做手工做得很好 那她就是比较 优秀的遗族女性 那个时候比如说 像时尚设计师 她其实是还是蛮新的 一个职业吧 自己很喜欢 但是没有说 要往这方面去发展 小时候我是很喜欢音乐 还有就是文学 所以后来考大学的时候 我就报了俄罗斯文学 跟我传统的家庭背景来说 我可能有点离经叛道 大学是做了一个摇滚乐队 然后又写诗 我朋友老说 我有颗叛逆的心 我还是希望我的人生 可能还是要做一些 让自己热血沸腾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还是去学了设计 在英国的时候 因为当时就带了我 像我妈妈我奶奶 给我的一些传统的首饰 然后大家都问我在哪里买 然后我就发现说 她给我一个新的视角 来回看我们传统的遗族的东西 发现我们遗族东西 其实也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 我觉得也是看到了一个市场机会 希望就通过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年轻的少数民族 一代就打破 就大家对我们少数民族 传统的一个 比较刻板的一个少数民族印象 对 有一个新的一个视角 和新的一个解读吧 然后毕业以后 我就直接从伦敦 就飞到了梁山去做调研 我们2017年开始做这个品牌 我其实心里没底 后来去梁山不断地采风 我才意识到自己也有个责任感 就是说把这些慢慢在消失的 失传的这些东西 就把它保存下来 或者延续下去 每次会采风 我就会拜访当地的那些学者呀 专家呀 因为我觉得你只有去深入地研究 传统文化的东西 会潜移默化地进入你的设计里 这个就是我们标识性的小明珠 我们这些师傅也是当地几代传承人 我其中有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 叫谷哈 他当时其实手艺很好 但是没跟我合作之前 他卖我出去嘛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其实家里很穷 现在其实他已经盖上新房子了 就是你能看到很多人 他们能通过他的手艺 创造更多的机会 就是各种品牌 我自己的一个挺感动我的地方 希望做一个工坊 这样我们可以在里面邀请更多的师傅来加入我们品牌 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我觉得工作机会 同时呢我们希望也有机会去培养新的一代手工师傅 去继续传承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手工艺 作为一个遗族 当代年轻人我觉得还也蛮开心的 正好是我自己的文化背景能结合起来做一个事情 其实你在做一个你喜欢的事情 你会觉得全力以赴 然后这些困难也不是困难 你会觉得你活出了你的生命的意义或生命力吗 我觉得很值得